想过热烈很燃,但没想到这么燃。 小人物视角下的追梦之旅,有笑也有泪。 大鹏一小人物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青年的追梦旅程, 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受到触动,在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陈硕,王一博士,受父亲影响走上街舞的道路, 可父亲重病家里欠了不少外债,自己洗车,跑商业, 在饭店帮忙打了好几份的功,闲暇时便会自己一个人练舞。 冰雷,黄博士,是个街舞老炮,经营着自己的舞团惊叹号, 舞团躺靶子凯文,卡斯百事,耍小性子闹离开, 找到陈硕当替身代替走位。 陈硕十分珍惜加入惊叹号的机会, 每天都在努力练习,学习各种招式, 与舞团里每个人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凯文的回归使陈硕被迫离开, 但他的努力得到了舞团每个人的认可, 最终舞团放弃与凯文的合作, 与陈硕一起夺得了全国冠军。 电影中不仅有着燃炸全场的街舞对决, 还有着幽默有趣的聊天对话, 而且角色之间的互动超级自然, 就和我们平时生活中一样。 比如,台上正进行着激烈的街舞, Battle,台下的大叔则是刷着美女跳舞的视频, 有种台上老师讲话,台下学生玩游戏的感觉, 这大叔纯纯演我。 喜欢陈硕的小记者李明珠, 宋祖儿是想互相加个好友, 耿直的陈硕却想推给他一个学习街舞的账号。 这钢铁大直男,是谁本色出演我不说。 因为苦恼着舞团未来的发展, 旁边某部经典影视剧的播出, 恰好说出了他的心声。 而且,片中还有贾玲、张小斐、杨迪等老熟人的出现, 一定要仔细观察哟。 当然,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一定是舞蹈对决了, 震撼程度简直不能用文字来表达, 看了就知道了。 为了给观众带去更好的观看体验, 制片人陈芷熙透露, 影片在画面呈现, 音乐搭配,舞蹈设计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策划, 力图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王一博本色出演, 实力派演员, 专业舞者倾情加盟。 不过呀, 电影要想燃起来, 演员的情绪价值必须给满, 观众的情绪才会被带动。 这可不好把握, 演不好就是一个人的自嗨, 观众反而尴尬到用脚抠成宝。 好在热烈中的每一位演员都做到了。 第一位, 王一博。 提起王一博, 大家就会想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跳舞好, 另一个是演技差。 不过人总是要进步的, 王一博凭借在《长空之王》中的表现, 将演技差的标签撕去了一个角, 而这次在热烈中的表现, 让王一博彻底撕掉了这个标签。 在热烈中, 王一博饰演热爱街舞的青年陈硕, 在电影中回到舒适圈, 演别人不行, 演跳舞, 这不是手拿把掐吗? 而且, 影片中不仅展示了王一博的高超武艺, 更是发挥出了精彩演技, 对多种情绪的拿捏特别到位, 这进步也太让人惊喜了。 第二位, 黄博, 王一博表现的好是超常发挥, 黄博表现的好就是意料之中了, 毕竟是影帝, 在疯狂的石头, 无人驱, 活着中表现亮眼, 这次在热烈中的给人带来新鲜感, 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黄博, 青岛舞王不只是说说而已。 黄博扮演的丁蕾是舞团的教练, 虽然在片中舞蹈的戏份并不多, 但就是这几个不多的镜头, 黄博力求做到最好, 在私下不停地练, 让自己更加符合人物。 要不黄博能拿影帝呢? 这么有实力, 还这么努力? 第三位, 刘敏涛 刘敏涛在热烈中饰演陈硕妈妈, 虽然出场比较少, 但每一秒镜头都是有效镜头。 陈硕在台上穿着漂亮裙子唱歌, 即使台下的观众并不在意, 但依旧享受。 平时照看家里开的小店, 忙前忙后, 一人撑起整个家庭, 看到儿子取得成绩, 开心地流下眼泪, 刘敏涛将母亲情感的细腻表现得生动到位。 第四位, 岳云鹏 岳云鹏在热烈中饰演陈硕舅舅, 不健康的毛发外加憨傻的外形, 一出场就惹人暴笑。 舅舅每日沉浸在自己的雕塑中, 但也不忘鼓励外甥去逐梦, 看到外甥终于实现梦想, 感动得嚎啕大哭。 本来是个挺感动的故事, 一看到小月月哭得这么认真, 我这眼泪都不知道是哭出来的还是笑出来的了。 第五位, 蒋龙 我愿称蒋龙为影片后半段的最大笑点, 片中饰演舞团资方懂二浪, 看到舞团在台上比赛, 比自己站在舞台还要激动, 镜头一给到他影院就笑声一片, 看他这激动程度, 不像是演的, 更像是真实的狂热粉丝。 除此之外, 影片中还聚集了宋佐尔, 小沈阳, 张子贤, 齐熙, 张寒宇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和叶音, 杨小剑, 乔治等专业舞者, 从演技和专业两个方面保障影片质量, 给观众呈现一出精彩的街舞表演同时, 让观众感受街舞的魅力和热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